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将手电筒拿在手里 顺着通往二楼的木质楼梯 一步步往上走 越往上 那阵铃声就越清晰 直到上了二楼 我眼前已经是漆黑一片 只有一缕微光 让我勉强不用变成睁眼下 声音似乎从右手边出来的 我小心翼翼地朝那边走过去 忽然 脚下木质地板 似乎是被我身体太沉重 不甘心地压得出一阵刺耳吃鸭声 这声音在黑夜中显得极为清晰 我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心想 这个贼老天 难道真的把所有倒霉的事情 都夹在我的头上吗 这念头刚一转过 在我的右前方 便传出吃鸭的开门声 紧接着一个精瘦老头 举着一支白蜡烛走了出来 蜡黄的脸 脸皮干扁 浑浊的眼睛 在昏暗的光线中盯着我 阴森森地问道 谁让你上来的 我心知不好 但这老头既然是人 我就不怕了 一手握着手电筒 心想 如果这老头真有什么古怪 我就一梳子敲上去 到时候可别怪我不爱护老人了 那铃声此时也是停止了 我这才发现 老头子左手端着蜡烛 右手下锤 拎着一个铜黄色的铃铛 就像那些做法师的道士们 经常拿在手里的法器一样 我心想 这老头大半夜的 在楼上摇铃 难不成是从事什么迷信活动吗 这道情有可原 湘西一带 历来信奉鬼神之说 各种禁忌习俗 更是不胜枚举 若真是如此 那也就放心了 想到此处 我不打算撕破脸皮 毕竟还借住在人家房间里 于是我说 老爷子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 我半夜听见楼上有响动 还以为是闹耗子 承蒙您的收留 我别的本事没有 捉耗子是我拿手好戏 所以准备上楼来 提你除害来着 老头浑浊的眼睛盯着我 声音依旧嘶哑难听 如同气声似的 说道 这地方人少 大多数人都已经搬出去了 难免闹些 疏忽山貌的 我也习惯了 不要紧 你回去吧 我给了老头一个台阶 他估计也是看我年轻力壮 不打算撕破脸 便让我回一楼去 此刻探明了虚实 我也无意多留 这二楼光线暗淡 散发着一股霉味 让人鼻子很不舒服 当即 我便转身下楼 那老头也收了钟火 走入黑暗的房间中 似乎睡了 临到楼下 顾文敏还在等我 见我下楼 立刻压低声音问道 怎么回事啊 我将自己的猜测说了 估计是行一些 招神弄鬼的把戏 湘西这边很信这些 不要紧 顾文敏闻言 放下心来 此刻正是深夜 众人白日里疲倦 这时候放下心来 不多时便又糊糊大睡了 朦朦胧胧之间 我感觉自己手腕有些发热 这种热并不强烈 但是和夜晚阴冷的湿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我不由地又一次醒了过来 一看时间 距离之前一次起身 已经又过两个小时了 我忍不住朝自己发热的手腕看过去 心中顿时生起一个不好的念头 手腕的位置 赫然是我爷爷亲手给我做的那串 桃木手珠 当时在回永河底 我用这桃木珠对付虚猫 一击而中 木珠有一颗已经开裂 相传桃木 是夸父手中手杖而化 历来被誉为辟邪驱鬼的圣品 而此时 他居然又裂了一颗 难道这地方 真的有什么鬼怪在触摸吗 刚才这桃木手珠 是否又救了我一回 还是说 本就是这手珠待的时间太久 假之这两天受了水气 所以自己开裂了 这几个念头一闪而过 我睡意消了一多半 顾文明几人却睡得很是深沉 我摸了摸口袋 习惯性地想摸包烟 却想起早在雨中被冲烂掉了 桃木珠忽然开裂 给我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我以前不信这些 但经过回永河那一系列事情 却让我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类科技 所无法解释的力量 此刻外面依旧是风雨大作 冷风刮得呼呼作响 这不同于城市的风 这里的山峰穿过悬崖一侧 穿过树梢形成独特的韵律 如同鬼哭狼嚎一般 胆小的人听了只怕会心头发愁 我下意识地侧耳倾听二楼动静 发现上面很安静 看来那古怪的老头已经睡了 根据老头所说的情况 这地方应该是比较偏僻的古村落 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 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了 搬到更接近人烟的地方 那老头大约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空巢老人 想来也是有些可怜呢 正想着呢 忽然不听到一些古怪的响动 这响动不是从二楼传上来的 是从木质大门外面传来的 听声音 隐约有些像是人的脚步声 鞋子踩着雨水时发出的声音 很特殊 我确信自己不可能听错的 此刻外面骑风苦雨 会有谁在雨夜里行走啊 那老头也一直没有下过楼 难道在外面行走的 是另外几站灯笼中的 其中一户人家们 这大半夜的 出来做什么呀 脚步声一直没有停止 似乎渐渐要从我们的房门外面穿过 我这人做事 向来喜欢寻根究底 最讨厌心里有梗 遇到这么古怪的情况 不弄清楚 总觉得难受 当即轻手轻巧 跳下木桌子 走到木门边 透过门缝 往外张望着 房间里温弱的烛光 根本无法透过门缝透出去 因此我的眼睛里 只看到一片漆黑 忍不住骂了自己一句狗蛋 想到 这点常识怎么忘了 能看得清楚个鬼呀 我正打算放弃头盔 准备光明正大的打开房门 忽然间 黑暗中出现一片朦胧的光月 逐渐进入我的视线 仔细一看 漂泊的雨幕下 却是一个 看不清长相和穿着的 销售人影 手里赫然拧着一只大红灯笼 在雨夜中 缓缓朝村外走 而在她的前后 隐隐还有其他人性 虽然看不清男女老幼 但根据轮廓估计 人数却是很大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冷冷抽了一口气 而就在此时 一只冰冷的手 猛然搭在我肩膀上 吓得我怂然回头 却是古文明醒了 他朝我竖了一个 紧声的手势 站在身后 满脸狐疑的豆腐 还有深色紧张的毛公鸡 古文明做完手势之后 便也透过门缝往外看 月十来秒钟之后 他收回目光 眼睛里透着恐惧 说 他们不是人 不是人 我没反应过来 难道全是鬼吗 我沁云有没有滴落到这一味上啊 豆腐被这话吓得够呛的 紧张地说 不 不 顾奶奶 什么意思啊 你倒说清楚啊 顾文明漆黑的目光 在昏暗的视线中 显露出紧张和一丝 强谋的阵定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哑低声音说 我看不见他们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视力很好 所以我发现 他们的脚后跟 都没有着地 毛公鸡倒抽一口凉气 脸色刷得铁青 仿佛是想到什么 一时间牙齿咯咯大颤 豆腐反而不见得害怕 一脸懵懂 奔顾文明 脚后跟不着地 是什么意思啊 我解释说 民间传说 鬼上了人的身 那人的脚后跟 就无法着地了 古文明点头 忧心说 难道外面的人 都被鬼上身了 我回忆起刚才的场景 不由得摇了摇头 我看唯必 这地方人极罕痴 有这么多人 本就属于异常 我看根本不是什么鬼上身 他们八成 本来就不是人 话音刚落 豆腐已经吓得不行了 哭嗓着脸 离得我远远的 就说 我错了 我应该离你这倒霉的 变态远远的 上帝呀 求求我吧 我脑海中高速运转起来 冒出无数个念头 文言说 别叫上帝了 我记得昨天晚上 你还对上帝说了 侮辱他母亲的话呢 你说 你连上帝的母亲 都能下手 上帝会救你们 豆腐欲哭无泪 我宁愿出去淋雨 也不想在这地方 待下去了 你们怎么说呀 顾文敏压低声音说 小豆说的没错 出去淋雨 也比待在这里强 等外面那些东西走光了 咱们就离开这儿 花音刚落 毛公鸡 切切巴巴地说 如果他们 不走呢 豆腐壮大胆子说 不走 不走 难不成 留在这儿生崽子呀 毛公鸡咽了咽口水 摇头说 不 不是 你 你 你们看看 他手一指 大门的位置 我们几人不远而同地 转头一看 只见 木门雕花 胡纸窗上 不知何时 映出了一堆 秘密扎扎的 人影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